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都有200多千米 因为环境太恶劣 而且荒芜人烟 所以算得上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了 由于这里的最低气温 可至零下50摄氏度 矿工们都只能乘飞机来这里 因此这座金矿也被称为是孤独的金矿 这里大约有近1000名矿工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和我们平常的上班制度不一样 他们的作息是工作两个月 休息两个月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在这半日的工作时间里 矿工们需要将地下400米的矿石 从矿脉中采出 在矿区会使用4500多栋的矿石 这些矿石一般会被放在 停摸破碎机上 经过滤后会再次传送到热野炼炉 要了解 矿区里有一条900多米长的隧道 将矿区和住宿区连接了起来 虽然这里的气候非常恶劣 但是基本的生活设施可是一定俱全 一位摄影师在参观这里的时候 就发现了很多现代化设备 比如在矿工们居住的地方 有温暖的休息区 电视休息区 咖啡馆 健身房等 甚至还有种蔬菜的地方和小教堂 而设置如此贴心 完善的设施 都是为了让工人们在这里有家的感觉 但唯一遗憾的地方就是 就算你在这里拥有一座金山 也是没有地方花的 不知道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其他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然后再来点击视频 然后再来点击视频